越南一位女士因为15年葡萄耳朵击尽失聪,她跑到针所求助医生,助治医生花了很久帮她,清除耳垢足足有葡萄那么大。 据这位不愿意名的女士说,因为自己害怕耳朵进水,也从来不敢自己清理耳朵。 所以15年来,她一直没管过耳朵的听节工作,直到近期她发现自己几乎快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。 还伴随证着耳朵,于是她跑到针所求助医生,区恩医生用专业的医疗器械查看后简直震惊,最后花了大半天功夫,帮这位女士清除耳垢,垃圾物足足有一颗葡萄那么大。 事后,区恩医生还交给这名女士正确的清除方式,并告诫其他人耳朵卫生,要时刻注意,不能马虎,长时间不清理还会引起疾病,严重的将导致耳朵。 同约甚至失踪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